各位乡亲好,各位网友好 今天愚人节啊,但是得特别的声明一下啊 这个不是什么愚人节的玩笑 我们因为是看到了国家深改委的一些报道啊 因为它关于这个警察体制改革的问题 和公安体制改革的问题 因为它这个会呢是3月28号开的 因为3月20号呢两会才结束啊 就是习近平刚上班,刚把帽子扣上 然后这个也就是8天吧 时隔8天这个会就开了 就是大家外电的报道呢 基本上总结为一句话啊 就是中国呢就是将警察呀 实行这个准军事化管理 就相当于这个叫准军队了吧 警察还有一个很形容的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武警军队化 警察武警化 这个总结的也非常好 我们原来这个节目里讲过呀 讲过关于这个习的啊 就是这个习王啊 他们这个目标呢 就是在中国要掀起一场立体的革命 其实就是自我革命嘛 就习同学在这个春节团篇会上 好像讲得非常明确在结尾的时候 共产党人要自我革命啊 勇于自我革命 其实就是自我革命啊 他们要收割中共暴政啊 几十年来所积攒下的这个果实 但收割这个果实啊 这是个恶果啊 它需要刀得快啊 刀得磨得快 叫镰刀嘛 这个就像中共这个党旗上 这个这个中共这个标志一样 铁锤和镰刀啊 这就是就是中共它的体制 它就是个暴力统治体制 它其实是不讲道理的啊 不管当然话说的很漂亮 但它最终是 它是崇尚暴力 依赖于暴力 并且它永远要依赖于暴力 来维持它这个统治 离开暴力 它一天都活不下去 它就是说 你这个这个警察体制的改革呢 为什么它要是在这个 两会刚结束 才八天就就就就 就推出这个的 就开这个会啊 明确的进行 并且这个看凤凰网呢 可能这个发的长篇的一个一个稿子啊 关于这个警察体制改革的这个 一些细节啊 进行的一些 好像就有点有点给谈心的意思了啊 就是我为什么要改 怎么怎么的 讲举了好多理由细节啊 什么东西的 这个就很有意味啊 很有意味啊 因为在此之前呢 3月21号的时候 新华社 有时候等于两会开完的 第二天啊 就是这个新华社就发了个稿子 关于这个 警察 就武警序列的改革啊 就是什么 就是边防武警啊 就消防 消防警察啊 这个 包括就 警卫部队嘛 就是武警里的负责这个警卫的这部分的 全部退出武警现役 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信号 就是 他其实是配合这个 为这个深改委 这次 理顺警察体制改革啊 就公安警察体制改革啊 就是等于说 先发就叫 先给你 等于说 抢先之前 做个铺垫 因为你知道 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 叫这个武警 这个军队化啊 武警军队化 警察武警化啊 那个就是 他就先把这武警 军队化啊 就等于说 你像边防啊 这些呢 消防啊 即使离这个 跟军队这个职能啊 就是离得有点远的 因为他也侧重于民 侧重于管民的这部分的 他就把他就是彻底退出武警 这个武警的这个现役 就说 因为这个武警部队啊 大家都知道 除了这个 武警 你像这个 长期维稳啊 战斗的维稳啊 就是 尤其镇压 大规模的这个群众 这个反抗事件的时候 他能叫武警机员 那叫武警机动师啊 大规模的镇压部队 那个叫纯军化的啊 但是武警 一说到武警 我们知道 这样的话叫金木水火土 他占五行 他都有 金呢 就武警黄金部队啊 木呢 就武警的森林 森林部队啊 武警森林部队 水呢 就水电部队啊 这个这个火呢 这个这个火是火是消防了啊 就火是消防部队了 土呢 像武警还有交通部队 修公路的啊 甚至可能会修铁路啥的 干点什么工程 来到处揽工程 跟企业是 跟那个土建企业 没有区别的 这当然 取决于他 这个中共在历史上 关于武警的这种混乱的 这种这个 这个叫叫什么 叫叫叫高钥匙 到处乱贴啊 搞的这些东西 哎 他把这些机构 全都踢出 踢出出了武警序列 啊 踢出这武警序列 但其中一条 你看这个 有一些呢 这五大序列里 金木水火土的系列 有些那个 还还不错 你看边防的 边防部队退出 武警现役之后啊 他直接转为 基本上就转为这个什么了 转为这个叫什么 这个以后说这个什么 转为这个 现在成立一个成立 叫将来成立 国内叫什么 移民局嘛 中国要 要移民管理局了 啊 这个他们可能就 就这个待遇比较好 直接就转了 转制了啊 就直接转了 啊 你像那个什么警卫部队的 武警的警卫部队 其实就是 啊 就是那个像公安部 有警卫局啊 就这个像下边 一般有警卫处啊 相当的一些东西啊 负责就是领导人啊 这个 这个重要机关的 这个这个警卫的 这个就是退出现役之后 直接转为人民警察编制 啊 等于上 你像 当然水电土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水电部队呢 就基本上就是 以后就是企业化 看来就 说的很明白嘛 就企业化啊 就以后就 就是国企业 受这个 叫这个什么是 这个这个 叫国资委的这个管理啊 咱也可以吧 啊 就是你看那 然后这个 这个像其他 像森林部队呢 可能也转给这个 叫什么应急 这个应急管理部啊 就相当于 像俄罗斯的 叫紧急情况部啊 他也可以吧 就就意思说 但是他就等于说 在这个 人民警察管理体制 这个理顺之前 他必须要做的 必须要做的 因为什么呀 就是涉及到这个 这个因为武警啊 就是把这个东西 这个都剔除出去之后 武警就剩下的 武警这个警卫 武警的我们叫机动师啊 就是武警的主力部队 如果他金盘就 完全就是军事化的 他就是军队嘛 就是军队 但是呢 就涉及到什么问题 就是说 真正要镇压中国 这个国内的这个 这个动乱啊 或者国内的 劳劳劳劳劳劳性的反抗 反抗的话 你直接动用 比方说你正规军 这个也说不过去啊 就是这个确实 这个也说不过去 再来就说 这个军队呢 这样的调动 这样的军队的话 本身对中共 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 就是这个 历来的这个 历来的这样 兵凶战危啊 确实是这样的 动动这样的部队的话 那本身就 有可能会失控啊 但是这个 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他就是那个 武警的这个 你像机动师啊 像改变成各地的 叫什么总队啊 不管他叫什么 就是等于说武警的 等于就是说 这个以武警的名 保留武警的名义 他其实算是军队 他专门用于对内镇压的 他不可能对外作战 不可能对外作战的 就全部对内镇压的 这部分呢 已经纯粹化了啊 就军队呢 等于说这个分两块的啊 军队一部分是承担这个 国防军啊 或者常规 这叫常规 常规这个武装力量啊 就是什么这个正规军 他作为一个最后的威慑力量 他基本上就是可能到 飞到最后关头 可能不会动 但是平时动的呢 就是这个武警 就是这个武警 就是这个名字 名字叫武警 但是呢 他其实军队专门用于对内镇压啊 这个这个现在李顺了啊 就是通过3月21号新华社这个发文 李师姆水火土啊 这些那个包括一些内卫部队啊 都都退出武警 武警现 武警这个现役 武警纯粹化 然后紧跟着就是那天 3月28号提的这个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改革呢 叫准军事啊 其实就武警化了 他 武警腾州搞清楚了 然后这个警察 接着武警的角色 武警化什么叫准军事化呢 军事化的意味着呢 强力啊 就是另出于一人 他是武军队呢 是一种最高效的暴力的组织形式 你现在的警察肯定达不到这个程度 那就绝对是分散了 啥事都管 什么养狗也管 什么都管啊 什么放鞭炮也管 是吧 什么大案小案 没有他不管的事 那个肯定是这个 他不叫军队化 不叫军事化管 你什么事都管 他现在就是这个 就意味着这个警察呢 也要纯粹 也要纯粹 那现在的改革方案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 中国所有的警察 要成立一个国家警察总部 有一个副国级的领导人担任 基本上请愿 可能应该是公安部的部长 公安部的部长来兼任 公安部长 可能兼任这个党委书记了 就是这个警察指挥部的党委书记 这样的东西 他就体制上就顺了 什么叫体制上顺了呢 因为这就是 就像武警的这个金木水火土 一样存在打量的这个传军装 但是不干这个警 跟警察关系没关系 一点几 离得很远的这样的东西 警察里头也是有解 也是这样的啊 也就是刚才说的 什么事 什么事都管 本身像公安公安公安 公安机关的都知道 公安机关里的设这个 你像公安部设都是二十几个局 是吧 啥设什么什么都管 地方警察 大概也是这样的地方公安 把公安警察混用一谈 公安警察 但其实还有大量的其他警察 你像法院的叫法警 检察院也是叫法警 司法局系列的 比方监狱的这些呢 他也叫警察 是国家权系统的 这个也叫警察 但这次你想想 这个中共这个 这个深改委的这个管理意见呢 就是非常明确的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的警察 都整编为一个队伍 从上到下 就是这个一干到底 完全 指挥体制上 基本上就纯粹的 纯粹垂直化管理了 然后其他的 人家检察院的法院的 包括司法的这个系统的 这些警察 都叫派驻 他都属什么 都属于这个 人民警察 这个这个指挥 指挥各地 国家总部和各地的 也可能叫警察署 也可能叫什么指挥部 也可能叫什么 都归他管 都归他管 就这个战下 想当然没有 有检察院法院以后 其他你看到所有的警察 都归这个 都归这个 由公安 可能由公安厅局长 兼任警察 这个各级警察 这个首长的 这个这样个序列 都归他们管 都归他们管 等于说 他不但从上到下 他还是把各个序列的 这个各个序列的 分散的各个机构 司法机构的 行政机构 公安机构的 这些警察的 这个指挥权的 收归 收归合并为一条下 这是很很强 算是很强力的 这个改革措施了 就是就 这个大家可能 可能就明白了 以后就什么 公安厅局长呢 兼任 就是这个 本级的警察机构的 这个首长 然后呢 他还指挥法院 检察院 其他任何 这个机构里的 这个警察 并他实行 军事法管理 他的警衔制度 也都要改革 都要改革 这意味着 意味着 以后的公安局长 公安局啊 他基本上就是 以这个什么为主啊 以这个 军事化任务 执行准机构化任务 执行最高首长 那就习近平了啊 执行最高首长的 这个 这个这个指令啊 他可以直接 听从那边的指挥 他等于又把这个 在这个监察权 监察事务 从政府机构 从国务院序列 政府序列里 拿出来以后 他又把这个 警察这个强力的 这个东西 武器呢 又从政府里 又剥离出来 其实本来呢 公安的这个 公安警察呀 比方公安什么 优秀院 法院警察院 他怎么可能会受 通缉政府的领导 他以前是受这个 叫他政法委吧 受政法委的指挥 受政法委的指挥 你关键你这个 这个中共组织序列里 已经有了政法委了 管理这些强力部门了 是吧 但是现在呢 看这个样子 政法委 又靠 再就像上次监察委一样 又靠边站了 又靠边站了 就等于说呀 全国的这 所有的强力的部门的 哪刀 不管刀把的枪杆子 还是炮筒的 不管任何东西 以后完全另出于一人 另出于一人 这叫计较军事化 就是一个是强力 一个另出于一人 那这叫军事化 不用讲的什么准军事化呀 或者什么纯军事化 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太大的区别 它只是一个措辞的问题 把它叫做准 这个呢 我们要从这个整体的 我们刚讲到的 一直讲过多次了 就是习的这个执政思路是什么 他想干什么 他就是想搞革命 要讲自我革命 要搞自我革命 革命的对象是什么 革命的对象 就是他自己 就是原来中共的 在习近平之前 积累下来的 这些 就是中共自己的自己人 就是你自己的地方 基层政权 甚至原来的公安政法队伍 就是这些 又没原来地方政府 想干事 没有公安政 没有公安政法队伍 你能干 干坏事吗 是吧 除了经济里 永远参加什么的 但是大多数老百姓 反应非常恶劣 那些 老百姓民愤极大 那些东西呢 都有这些 对我这些地方司法 一个 就比较公安政法队伍 他们的参加 现今 如果要对这些人下手 他除了成立监察委之外 当然大家看得出来 这个军队这个武警军队化呀 和警察将来的武警化 他这个改革措施呢 他是其实是配属于监察委的设立 和监察体制的改革 监察体制改革的 就是从法律层面和人事的层面 他定位成啊 就是你用监察委叫国家政治机关 他不叫行政机关 这是特 新华社特意强调的 他是个政治机关 政治什么 政治在中国叫最高的 最高的那 那就是习的 习的执政私下 习要干什么 那都叫政治任务 这个呢 监察委呢 但层级更高 他就监察委要领导 要领导这次 这个革命 这次这个叫中国 叫自我革命 是吧 摘果子了嘛 摘果子了 然后呢 这个公安体制 警察体制的改革 他是配复 附属于这个监察体制的改革 他就毫无疑问的 这种他就是一个 就吉林 要把这个警察 从公安体系里 从其他检察院 这个法院 这个体系里 把它剥离出来 单独成了一个准军事部队 他是毫无疑问 他是目的 就是为了配合监察体系的 这个发起的全国的 这个叫叫叫叫 自我革命 也叫这个叫风暴 社会风暴 就是有人说 把他叫军中国 叫警察国家呀 或者叫叫叫 叫军管呀什么的 有人说 这个有可能会不会军管 探讨这个 就像新华社 这个发稿一样 那都是一个措辞 没有什么意义啊 主要的问题就是 你要搞革命 要掀起这种赤色恐怖 那基本上就是要 你要把这个刀 刀把子 牢牢的钻在手里 并且还要刀磨筷子 要把刀磨筷子 你像现在 等于说 像刚才说的 原来发起的革命 要要 毫无疑问 要针对那些官员们 那官员现在已经 手无腹肌之力了 那基层的这个行政机构 包括基层的这些村 村乡干部 什么县干部 他们已经始终 势手空拳了 军队不让他们管 武警不让碰 是吧 现在把警察 也剥离出来 等于说 这一大 他要把他 他事实上呢 你要对这些地方 这个政法机构 比方他这本身的强 强力不容是刀瓣子 甚至有些要枪杆子 握枪的 要向他们开刀 你怎么开刀 你不可能整体 把他们全干掉 他基本上 他把公安警察 愣给分开了 以前的公安 人民公安 或公安警察 或者叫公安武警 他现在分开了 把撇开了 公安以后就是 你现在管个什么 出入境啊 管个办个 什么许可证啊 什么养狗啊 养猫啊 发个许可证啊 什么户籍管理啊 这些文质化的东西啊 他把 弄完这个公安系统里 把它生生的撕开了 撕开了以后 这个你想啊 你想以后 各地的 你像刑事警察呀 包括治安警察 这些强力的部门 就富有这个 手里动枪的 可以抓人 可以可以审人的 可以可以什么的啊 可以执行这个 执行处罚的 这些这些机构 这部分职能呢 把它军事化 垂直管理的 都归到习近平 一个人手里 这个时候 你想 等于说这个 公安系统 他他要对付的 这个 这些的地方 这个地方黑恶势力啊 他等于把它 从这一招 就把它分开了 就是说 大家可以想象啊 就是谁能 谁能以后 这个 正式成为 这个人民警察 谁是以后的 靠边站 当你搞一个 义务管理文质化的 总员 你办户籍去 办户口去 搞那个去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这就第一步 就实现了 然后实现之后呢 这一步掌握权力的人 配合监察委 在监察委的领导之下 那你可以想象 他对他的昔日的同仁 或对的什么 那基本上下手 就没问题了 再一个就说了 就这次呢 又特意的强调了 就关于这个 人民警察以后的 这个 这个警员的来源问题 看 就做那两条 一个就是说 是个 本科毕业生 本科大学 本科毕业生 这要解决一个 大学 因为大学 大学生救不了业 带来的巨大的社会隐患 因为这次相关的 这个 别跳楼 学生跳楼啊 自杀呀 发生这种事件太多了 当这是中共恶政的一个结果 他为了原来 为了推迟就业压力 也为了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把这教育产业化 把教育当项目 当业务 当生意来做 造成今天这种恶果啊 家里的货 花这么多钱 这个倾家大产 借了钱 把孩子培养 就上个大学 大学 毕业以后 毕业就失业 救不了业 一家老小 没法生活 出现大量的惨绝 这种悲剧 就这个巨大的社会压力 有这些人 这些人 你想那毫无疑问 都是火药桶 现在好 他把这一部分人 就是以后就直接 就是本科毕业生 就可能培训一年 可能故意一年都用不了 现在的紧急情况下 就成为警察 又享受部队 收略低于部队的 这个军队的这个待遇 那高待遇 你想想 又全 他等于说 把这一部分群体 又割裂开了 一部分人镇压力 再来就是说 这个转业军人 转业军人又是 也是作为警察来源 那直接就可以 培训一下就上岗 就你想 他就退伍转业军人 本身是 现在中共最 很激烈的个事情 这个他又靠这个问题 又解决了 又解决了一个问题 但这些部分人呢 他本身 如果你把他纳入 警察序列里来 给他这么高的待遇 给他权力 你想想 这是很好用的 一个一把刀 很好用的一把刀 这个呢 可以就体现出 中共的这个 一个宏大的 一个执政思路 他就他这个计划 革命计划 这是必须要做的 所以他今天有 今天这样的 这样的对外的消息的发布 有这样的这个举措 我们也毫不意外啊 早是在预料之中 然后一点呢 就他有的 也有的关注到了 关于跨区用警的问题 有这样的这个 准军化以后 其实就军事化了 他成为一支部队了 撤离部队以后 调动就更方便了 像以前比方说 跨区用警啊 他基本上限于跨县啊 顶多跨个地区 跨省的时候 几乎是很少很少 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现在呢 他如果军事化以后呢 他基本上 比如甭说跨省 跨国都行啊 你让他去 非洲威和都没问题 就这些 他就一个思路 就是应对啊 最严重的情况 就全国性的反抗 全国性的反抗 立体的各阶层的 同步的大区域的 就是叫 我们叫跨区域的 大范围的这种反抗 这种反抗事件 这是在中共 预料之中的 为什么今天还没 比方说没有动手 比方说我们说呢 革命风暴 还没有宣布 因为他就 往往这种风暴 发就新发社一篇通稿 就可以了 人民日报 发一篇社论 就领导一个讲话 就像文革一样 就起来了就 是吧 为什么 但是也就是说 锦罗密鼓的 他要最后的把最最后的刀把子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要解决掉 一个就是把地方 他们的自负革命面的第一个对象 就是在地方上大半大面积的 就大量的大批的 具有原来这个具有握着握着握着枪杆的刀把的这部分 怎么解决 所以第一个他想把它分化 把它踢出来 踢出来一部分 一部分人对付另外一部分人 另外把他军事化 反过来 他等于是在配合监察委的这个设立 现在等于这个全了 这个就全 这个网呢 就支全了 所有的传力 等于政府序列里 那就什么都没了 没任何强力都没有了 任何强力的东西都没有了 因为本来这个就涉及到 如果在体制内混过 你就都明白了 因为好事呢 一般都是党委干的 党委干的 坏事呢 都是政府干的 在地方各地 一般党政机构 往往在一个楼里 或者临近办公嘛 但往往就出现这个问题 有的叫南楼 有的北楼 有的叫东楼 有的西楼 就是党委呢 就出面买好 政府呢 就出面干坏事 因为政府承担第一面的营收 要创收 要抢了 要出去抢去 抢粮啊 然后回来供养 这个党委序列的这一部分 他本身矛盾就很大 他现在呢 你想共产党这次 他肯定还是这个意思 还是要 要把这个 借老百姓 对中共的仇恨呢 他先把中共的党政分开 然后把政的这部分的 这个东西的权力 全部剥离掉 把党委的系统的权力呢 上收 都在中央 这就是一个很高密的一个做法 这样搞的结果 就是说 习近平能做到什么 能做到了 他叫什么 无远全力的无远佛界 并且指挥的 指挥系统的高效 你像以前啊 什么这个 这个公安序列的 警察序列的 一个分散的各个系统 然后的分散 多少个层级 然后这个管 那个管 各的业务职能交叉 权力交叉 他不好指挥啊 现在呢 他把他理顺 多条线合并成一条线 一条线呢 从上到下 这也不让他分段 没有分段一说 那就上去一个电报 那你直接一个电话 就是指挥体制 可能跟军队指挥体制 是一样的 全部就另行禁止 他想干什么干什么 中国谁还有 还能阻碍他 还有他的 还有能防止他的这个计划呢 现在看我们看这个序列没有 我们也一代讲过 就春节前 是吧 两会开之前 就要就要说要革命了 要革命了 两会确定这个监察委 这个体制 就是这个完成 这个超级机构的这个设立 就是超级机构啊 我们叫超级机构 这设立 然后紧跟他几天 他几天呢 一周多一点 十天 这个体制 这个改革体制 改革措施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再往下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速度会多快 这个时候就说 不用多长时间 你们就会看到 大家就会听到 就是那个 那第一声枪响 中国就开始了 再加上配合 现在这个 整个全国的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高科技监控手段呀 所有东西全市民化 不认你的户口 你的钱 你的电压号码 你的上网账号 你的账户 你的什么人事单案 你可以想一想啊 不是说你以后 能不能当官的发财的问题 而是什么 我们讲 老百姓叫什么叫 衣食住行啊 生活最基本的几个层面 全部被置于监控之下 网络 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 可能整天都要封瓦封瓦 清理网络 也没看起什么 像我们还是可以翻墙啊 那你要有这么乐观的话 那你可以继续乐观下去 等着看 中国现在所有的技术手段 人事手段 军事手段 经济手段 就说把法律手段 全部准备好了 这一锅菜呀 所有桌子都齐了 火也开始点了腾腾的 下一步就是什么 就是操起刀来 哒哒哒哒哒 你会听见案板响 人为刀举 我为鱼肉 这话怎么说的呢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就说 全民共产一再的强调 这个中国面临一个黑暗的时代 面临黑暗 所有人 所有的人 从上 他从最最顶层的人 到最基层的人 最底层的人 都 你的你的这个 这些人所有的境遇 其实没有什么大差别 要不扭拒 你就在五星级监狱里关着 要不你就在临时看守所里关着 都一样 没有任何人是有自由 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没有任何掌控 这些都是你的命 你的钱 你的生育 你的地位 你的孩子 所有的命运都一样 会面对叫什么 叫立体宰格 所以我们说要全民共振 此时不振 更待何时 如果人家觉得还可以等 那就等 那就可以等下去 那就 那肯定会失去最后的一次反抗的机会 中国这次黑暗进入以后 会失去很长时间 往后 往下的这个命运 就看老天爷了 看你的看 这个时候呢 大家希望大家就可能再去多去 叫什么 就是临机抱抱佛脚吧 就分析自己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的命运 是上辈子作孽了 还是 还是怎么样啊 这个 只能靠这个来 来了 好 打住 啊 啊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